简称两会的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 将在本周末揭幕 两会是中国一年一度的重要政治活动 但除了讨论国家大事 会场内外也常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聚文意识 2023年两会召开在即 让我们盘点那些年让人玩耳一笑的两会瞬间 2018年两会期间 一名美女记者的白眼突然成为会议的焦点 那一年两会已进行到后半程 在中国央视现场直播的部长通道采访中 自称是全美电视台执行台长的红衣女记者张慧君 滔滔不绝地陈述问题 美国全美电视执行台长张慧君 我的问题是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国资监管职能是当下大家都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么作为国资委主任 2018年在这一领域您将会推出哪些新的举措 一旁的蓝衣女记者梁湘怡忍不住耸肩 叹气 皱眉 大翻白眼 直接把厌恶与不耐烦大大的写在了脸上 梁湘怡的白眼通过直播画面传遍海内外 不仅红遍中国 还走向世界 被形容为史诗级白眼 白眼姐一时间人尽皆知 专业级的翻白眼功夫获得不少网民力挺 最后两名女记者的私生活也被扒出 成为网民八卦的谈资 两名女记者标系 也成为多年来两会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花絮之一 曾几何时 两会也是网络流行举的发源地 原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 就是一名金巨网 2014年初 中共卸任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 传得沸沸扬扬 那年两会的记者会上 吕新华被记者问到周永康是否出事 他的回应被网民奉为说话的艺术 在重申了中国严肃查处党员干部 包括高级干部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后 吕新华说 大家要说不懂也不好意思了 反正那年7月29日 中国官方宣布 周永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 一年后的两会 吕新华在回答反腐打老虎的问题时 再度口吐惊句 那么我套用一个网络这个热词 就叫大家都很任性 大家都支持 有老虎的话都把它扒出来 这个态度上大家都很任性 对不对 两会的新闻不止局限在会场内 北京人民大会堂外的广场 一度是各界委员代表们争其斗艳的舞台 企业老板 官二代 娱乐明星穿戴貂皮大衣 香奈儿长靴附会 吸引眼球 2012年 房地产大亨许家印在记者包围中拔腿开跑 露出腰间的爱马仕皮带 他也由此多了一个新称号 爱马仕委员 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玲 曾经以一身名牌成为两会的独特风景 但自从2012年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后 奢侈品逐渐在两会上消失 2015年 李小玲的时尚搭配也从奢华珠宝变成了朴素的环保袋 即便没有名牌加持 名人委员代表也总是人群中的焦点 还没走进会场 他们就会被记者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采访 最容易被媒体围堵的 莫过于身高超过两米的篮球明星姚明 他只要一线身 就会被记者全面包围 让巨人无法迈开长腿 只能小步向前 还有一回 被记者层层包围的跨栏明星刘翔 甚至用姚明为借口 分散身边记者的注意力 没想到这招果然奏效 姚老板瞬间成了包围对象 两会的另一个看点 就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 各式各样的议案和提案 有些让人眼前一亮 也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前面出场过的红二代委员李小玲 曾在2012年建议 给每个中国公民建立道德档案 以此来约束大家 每个人都要支持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张其成 则在2015年建议中国使用轩辕纪念 以皇帝即位后的公元前2697年 作为轩辕纪年的元年 不过经过汇丰整顿 这些年两会代表和委员们的作风有所收敛 雷人雷鱼也随之减少 过去三年受疫情影响 两会会期缩短 记者人数减少 发布会也以视频连线进行 媒体更难捕捉到精彩瞬间 中国从去年底起松绑疫情防控 走出疫情后的第一届两会 又会呈现出怎样的景象呢